今天呢我们来讨论一个话题 未来房价还会不会上涨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很多人看到目前的房地产市场 实际上已经全面的放开了 以前啊我们买房子的时候有各种限制 你比如说户口的限制 对吧 你在一个城市没有工作几年 那你呢没有资格在这里买房子 有了资格你还得排号 你还得摇号 那还有呢 你买了一套房子就不允许你买第二套了 哎限购 还有呢限贷对吧 那很多条件让很多这个以前想买房子的买不了 你有没有发现在之前一些啊 比较火热的二线城市啊 想要买房子不好意思 限购啊 还有户口限制 那你在这里能够买房子呢 想要落户呢 还有面积限制 那比如说你买的房子没有100平方 对吧 那你还落不了户 这些就是以前买房子的一个限制 你看现在的房地产市场 是不是叫做闭着眼前买房 首先啊 首付啊 就是完全叫取消了啊 你可以拧首付 你可以首付10% 可以首付15% 也可以首付25% 和以前规定的这个必须首付30% 你看不一样了吗 以前我们的房贷利率平均是多少 6% 现在呢 5%没有了 4%没有了 现在已经取消了贷款的下限 各地呢 是阴沉实测 比如说他1%年化就给你 也不是没有可能 对吧 还有呢 我们现在放款的这些限制呢 也取消了 你想做户 简单 不用交24个月的个人所得税 也不用交24个月的这个社网 等等等等 全部取消了 按照以往的这个逻辑啊 如果我们把现在的这种房产 放开的这种政策 放到2015年 放到2014年 甚至放到2008年 那个结果就无法想象了 那肯定是房地产 一片火热 可是现在就这么放开 没有人买房子 大部分人是观望 很多人呢 就在打小心思 说啊 这个房子是商品 你看有涨有跌 对吧 前几年房子是上涨的状态 那这几年呢 通过调控 房子又下跌了 是吧 那再过一段时间 房子又会上涨 它有涨就会有跌嘛 是一个曲线的走势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是 啊 就趁低价 趁现在呢 很多人低价抛售房子 我买个几套位置好的 那未来绝对会升值 不少人是这么想的 屏幕前的各位 也有很多人是这么想的 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未来的房价到底还能不能涨 那我们分三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方面呢 我们要搞清楚之前房价涨价的逻辑 第二个方面呢 我们讲目前房地产的现状 第三个方面呢 我们讲未来的房价走势 首先我们来说啊 房价在过去二十年上涨的一个逻辑 你想一个东西啊 会涨价 它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需求量特别大 对吧 你有需求才会有人买呀 你没有需求 你造的再多 那这个东西呢 就变得意义不值 刚好呢 从1998年之前到1998年之后 我国的这个发展可以这么说 确定以房地产来发展经济呢 是没有错的 因为几个方面的融合都指向了 我们必须要发展房地产 为什么这么讲呢 1998年之前 我们的房子呢 是分配制 这仅对于呢 城市的这个职工来讲啊 在农村 我们有自己的宅基地 我们不需要考虑房子的问题 对吧 可是在城市里面的职工 我们工作了以后 那我们就需要呢 有房子 这个房子呢 还不是像现在的商品房 自由买卖 而是由地方政府企业啊 还有呢 这个我们个人啊 少出一部分钱 我们三方共同完成的 但是这样的话呢 这企业的这个负担就增加了啊 还有呢 地方政府呢 也吃不消 最后呢 1998年 我们的房产改革取消了 房子不供应了 干什么呢 变成了商品化 这个时候呢 银行的金融系统来了 你没有钱 没关系 我们可以进行贷款啊 按正常来讲呢 这也是小部分 就是说啊 这个适用嘛 然后呢 看一看这种情况怎么样 结果自由买卖了以后呢 老百姓买房子的这个 积极性啊 涨高了 但远远不够啊 因为你光城市的人 去买房子 有多少人能买得起呢 对吧 综合来讲呢 还是城市的啊 这个经济 发展缓慢 人口太少 要知道 那个时候 我们中国呢 还是农业社会 大部分人在农村种地啊 没有想到去城市发展 但是呢 在这个结构眼上呢 有一点就是我国改革开放了以后啊 人们为了从这个农村进入到城市 发现一个问题 在城市当中挣钱呢 要比农村多啊 多不说呢 还会有结余 于是呢 从1998年以后啊 打工的人渐渐的多了 80后 90后 印象最深的 应该就是在1998年 2000年左右啊 村子里面的年轻人呢 都开始往外走去打工了 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 好 从2000年以后 我国的人口 家具从农村进入到城市当中 那这个时候就带来了 大量的房产需求 这个时候开发商 是作为唯一建房子的呀 地方政府赶紧出让土地 开发商建房子 老百姓开始买房子 于是我们这20年的一个 整体的买房套路就形成了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随着人口源源不断的进城啊 我们的城市越建设越好 工资也越来越高 城市呢 也越来越好 配套也越来越取权啊 吸引了更多的人 从农村进入到城市 那房价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的上涨 这其中呢 有我们的需求问题 也有呢 啊 我们的这个炒房客啊 炒房的一个结果 还有呢 开发商啊 这个利用营销套路 涨价这么一个结果 总之啊 房价就是涨了 好了 你要关注一个问题呢 就是在2016年和 2020年的时候 这两个时间节点 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2016年年底 我国全面的放开了二胎 要知道以前我们是计划生育啊 就一个家庭啊 只能生一个孩子 多了就罚款 2016年放开了二胎 有专家预测呀 说放开了二胎以后 那我们的人口又会增加 房价还会呢 进一步的上涨 其实专家预测的没错 其实专家预测的没错 但是奈何呢 在2017年 2018年的时候呢 搞了一个呢 神助攻 什么呢 涨价去库存 其实如果没有涨价去库存 按照放开二胎的这么一个 生育政策来讲的话呢 房价呢 也会慢慢的上涨 只不过不会像2017年到2018年 突然就从四五千的均价 涨到了一万的均价 它会是一个缓慢上升的过程 但是正是因为涨价去库存的 这么一个基调 导致到在2016年到2020年 这四五年间房价翻倍 一下子就把老百姓搞慌了 一下子就把老百姓套牢了 一下子就把老百姓榨干了 这是过去房价涨价的逻辑 现状 我们第二个就说到现状 房地上的现状 就是从2016年到2020年引起的 因为大家都恐慌 说如果我晚买一天 那这个房子又涨了十几万 我没有那么多钱 那我得赶紧买 对吧 到了2020年 进行了一个调控 这个调控就是楼市的杀手锏 第一给开发商三刀红线 因为之前我们就不查开发商 对吧 你开发商就是疯狂的拿地 疯狂的建房子 有利润我就赚 有钱我就投 最后呢 开发商就发现一个问题 我一直在建房子 但是我这个账上一直在亏损 而且我现在这个债务太高了 然后给二手房官方指导价 这二手房虽然是个人的 但是我跟你定价 有个标准线 你不能说卖十万一瓶 你就卖十万一瓶 你卖一百万一瓶 就卖一百万一瓶 这一下子把二手房市场的价格给打下来了 同时炒房客严查 比如说你买了房子两年不准你交易 不是让你交税的问题 是不准你交易 你有了两年的这个期限以后 你才能够进行卖法 那你想是不是把很多炒房客被套牢了 而这个时候呢 得益于这个2016年到2020年 这四五年的时间 老百姓把多点钱掏空了 所以从2020年到2024年 这三四年的时间 楼市就进一步的降低自己的要求 就是给各种优惠政策 但老百姓不为所动 两部分原因 第一部分是有钱的不买了 他知道现在楼市在走下坡路 我不买了我就观望 另外一部分是老百姓之前买房子 直接被套牢了 真就没钱了 所以呢 这就是楼市的一个现状 并且我们楼市现在有很多问题 没有解决呀 对吧 你以为现在的 给你放开这么多的这个楼市限制 是真的说 让你就是 很多很多优惠吗 其实不是的 是因为现在楼市没钱了 要解决楼市的一些关键性问题 比如说 开发商的钱现在回不了本 怎么办 你不能眼睁睁看到他倒闭吧 倒闭了还有很多人的房子拿不到 对吧 还有很多欠的账 这都需要有窟窿去填的呀 以前填窟窿是什么呢 货币化安置啊 就把房子掺有赔你钱 老百姓没办法 我没有房子住了 我只能拿钱进入到楼市当中买房 现在不拆欠了呀 对吧 为了控制楼市的风险啊 好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第三步 未来的房价还会涨吗 我告诉你 不会再涨了 中国现在已经在布局转型了 什么制造业啊 什么这种 这种房产啊 其实都在 转型 那我们可以叫叫什么呢 叫产业升级啊 你现在随随便便买一个手机 就几百块钱的手机 是不是比十年前啊 买的那种智能机还要好 同样还是同一批人造的 为什么好 就是因为产业升级了嘛 啊 这种低端制造的 因为我们也霸占了 我们在哪都可以看到啊 中国制造 所以这些呢 就是是年价的劳动力啊 你可以呢 生存 但是呢 你挣不了大钱 好 那我们讲 我们现在的楼市 遇到了这么问题 就未来啊 我们就不能够套用 现在的模式 再去进行房地产 如果这样的话 老百姓的负债不亏更高吗 对吧 那还是在走以前的老路 那我们怎么转型呢 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目前中国的新能源 高端制造 人工智能 大健康 以及航空 航天 航海 都在发展 这才是未来我们的转型之路 而不是靠地端制造业 我们的飞机 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国产化 想一想啊 为什么我们的高铁 要做到世界第一 为什么啊 我们现在要大力发展 航空航天 以及AI 人工智能大数据 以及科技 因为只有科技 因为只有科技才能强国 科技才能够新国 为什么我们的教育 开始进行改革 因为就是把以前的弊端 全部去掉嘛 为什么呢 我们医疗要进行反腐 因为未来我们要 医疗健康的发展嘛 这才是未来的一些道路 房产在未来会逐渐的被去除掉 可以这么说 未来的20年 城市的房子 除了核心地端的以外 剩下的和农村的房子差不多 只有居住属性 不管你信不信 事实就摆在这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